专题报道 深影多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有关他健康恶化 甚至被发动政变的传言满天飞之后 终于在14号现身了 这也使得这些谣言是不攻自破 而金正恩总总的这个作风难测 都显示了北韩的反复无常 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金正恩自9月3号协同夫人李学主 聆听音乐会之后 就不曾在公开场合亮相 其中分别缺席9月25号 北韩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 10月7号纪念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就任劳动党总书记 17周年的中央报告大会 以及10月10号 北韩劳动党69周年党庆活动 此外北韩中央电视台 还在9月25号播放的 金正恩纪录片中说 金正恩身体不适 虽然金正恩曾经在2012年 和今年4月 分别销声匿迹大约20天 和两个星期的时间 而且他的父亲金正日 在位17年期间 也曾经多次长时间神隐 但以金正恩掌权之后 特别渗透式的媒体曝光来观察 一般认为 他久未公开露面 仍然值得特别注意 特别是金正恩的健康问题 是否可能导致北韩政坛的大地震 因此一时之间 东亚局势似乎聚焦在金正恩的身上 有关他健康的传闻 更是甚嚣尘尚 还有人揣测他 可能已在权力斗争中失事 遭到推翻 政权由包媚金宇正掌控等等 虽然这些传闻都无法获得证实 但因为金正恩持续神隐 所以也无法阻绝这些谣言的出现 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 12号接受国家广播公司节目 会见新闻界访问的时候 也被问到相关问题 不过莱斯表示 美国并未看到 北韩全力转移的明确迹象 就在各界的一片质疑声中 北韩官方的中央通信社和劳动新闻 14号刊出金正恩公开露面的照片 平息了外界对他死亡 失事并为等诸多揣测 照片显示 金正恩穿着招牌黑色服装 手拿拐杖 和幕僚站在刚新建完成的一片住宅区前 报道指出 金正恩前往这个特别为 北韩卫星计划科学家新建的住宅区 进行现场指导 虽然报道中并没有详佳说明 金正恩视察的时间 但是中央通信社的惯例是在这类事件的隔天建筑报道 由这次金正恩神隐风波引发的关注 证明了在金正恩上台近三年后 他的形势作风仍然是晦涩难测 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韩政府都难以搜集到北韩内部的隐秘资讯 首尔市宗研究所所长宋大成说 南韩情报机构搜集北韩精确情报的难度很大 北韩社会上的所有消息都受到严密控制 这正是外界很难准确推测金正恩会销声匿迹多久 以及为何神隐的原因 因此 金正恩事件真正凸显出的应该是金正恩难测的作风 不只是在个人行踪上 北韩的对外关系也是反复无常 南韩总统胡锦惠 9月24日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时 堆促北韩解决核武跟人权问题 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为朝鲜半岛统一努力 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随即在26日发表声明抨击 不料一个星期之后 北韩在10月3日通知南韩 将派高层代表团访问首尔 出席人川亚运会的闭幕典礼 接着 北韩第二号人物 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黄炳士 4日就和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崔龙海等高官抵达南韩 和清瓦台国家安全事市长 南韩统一部长官等人会谈 这是普警惠2013年2月上台之后 两韩最高层级的接触 黄炳士之行看似被寄予两韩关系破冰的厚望 但是三天后 北韩巡逻艇越界 南韩巡逻艇警告涉及 北韩巡逻艇不但是不撤退 反而和南韩巡逻艇互相开炮 种种情势显示出 金正恩和南韩忽敌忽友 在极端间摇摆的风格 而只要北韩的神秘面纱不接 像是金正恩神隐这种令外界关切不已的事件 如果再度发生也不足为奇 以上专题是由吴宁康编撰《曾美惠》播报